最近为啥不开工跑哪去了 搞钱去了 什么经过 我觉得你不去下场看 你就绝对不会相信的 这一轮楼市的起量也太快了 我周五的时候在北京 选了一个二梯队的板块 然后去看了五套房 周天约了业主去谈 当时就是两套已经卖掉了 然后剩下的三套 一套和蛋壳有纠纷没处理完 一套就是坐地起架了 然后我谈的那一套就是 一分不降 不接受周期 只接受一个月内的全款客户 就你不去实际看 你真的很难想象 北京现在市场就这样了吗 然后周天我去上海出差 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 大家的反应就是 广州已经很难有机会了 这个我确实深有体会 因为我上上周的时候 在广州那边看了一个新房子 然后开发商 现在已经是那种 你爱买不买的态度了 而且就是说 只要你稍有犹豫 马上就会有人说 他不要我要 上海呢 我觉得穿口期还在 但是不敢保证春节之后的国局 所以说如果你想入手的话 北京和上海你就尽快吧 无论你是刚需改善 还是有这个投资需求 都不应该再等了 广州的话 我觉得机会就不多了 其实这一轮 疫情之后的货币政策放水 和长三角 珠三角一带的 落户的户籍政策的放开 是主导本轮上场的 主要因素 也将是你人生中 绝对不能错过的 阶层晋级的 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说房住不吵 但是没有说房住不买 我把它关掉了 你第一个人 你第一个人 你第一个人